我们总说好心有好报 昨天下午的四点左右 市民李师傅在乘坐南京养子公交第二公交车的时候 看到车厢内有几张百元大钞 随即喊了起来 这一喊不仅吓坏了小偷 还挽回了自己的损失 李师傅夫妻俩在桥北坐上公交车 车到泰山新村的时候 李师傅看到地上有几张百元大钞 以为是站在他旁边一位男子的钱掉了 便好心提醒起来 谁知小伙子不仅没有去捡地上的钱 反而准备从车窗逃跑 就在李先生这儿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时候 李先生的妻子喊了起来 说自己包里的一万块钱没有了 这时李先生才恍然大悟 原来是自家的钱被小偷偷了 小偷最终被抓获归案 据男子交代 他用刀片将李先生妻子的钱包划破 从中拿出一万元 其中有不少十元小面额唱票 一手抓不下 加之做贼心虚 在往身上藏匿的时候突然失手滑落 好心的李师傅还以为是男子自己的钱呢 江苏城市频道 为你报告